好另外再带您关心 花莲自强外溢兼正在服刑的受刑人鲁宗龙 2月11号放假搭机返回金门探亲 预计是13号要收假 却预驾未归至今仍失联 那么13号是遭到通气 刑事局已经把鲁姓男子的资料发布到查气的专刊 并且也通报全台警方查气 因诈欺遭判刑 目前正在花莲光复之强外溢监索服刑的鲁姓兽行人 上次元旦假期御时晚到了几分钟回监索 令监索那把冷汗 不料这一次御驾未归直接失联 监索赶紧通报刑事局 并通报全台警方全面查气 最后的行踪我们是掌握在7点 就是松山机场下机以后到达南港火车站 是7点40分 那我们要他坐这个8点54分的火车 普悠马火车 他后来他也在7点40分跟我们讲是说 他已经买到车票了 而且这个他也搭上火车了 现年27岁有多项诈欺与切到前科的鲁姓兽行人 去年招判两年八个月入肩服刑至今 已申请五次返家探亲都没有异样 这一次申请二月十一到十三号三天 搭机返回金门探亲获准 但收价时却御驾未归 外医间管理人员联系家属仍不知去向 卢远在我们本间算起来还表现得不错 从去年的进二级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回去前后大概有 包括这一次大概有五次之多 那中间的表现还算正常 跟一般人都很正常 所以我们对他也有一点信心 陆姓受刑人设犯诈欺刑期剩不到一年 去年11月申请假释遭驳回 如今御驾未归失联脱逃 警政署发报紧急查气 花联新大也成立专案积极追捕中 最后在今天傍晚四点多左右 在台北系值的一家网咖被警方查获逮归归案 记者综合报道